阿 你 陶 佛 至先于处 那个力量到了 消除一切罪业 那个祈祷真灵 跟冤亲寨主沟通的话 冤亲寨主接受欢喜 你真有条件 跟他结束 一般人跟冤亲寨主打交 理都不理你 为什么你没条件 光说好话有什么用处 你不干好事 虽然科学家讲 光散了 如果把光集中在一点 就变成雷射了 变成激光 它就起作用了 在后的钢板 它能穿过 那心的力量集中 那比那个光的力量大太多了 光算什么 所以知心一处 金宗将的一心不乱 那个力量才大 一定要求一心 一心就是放下 你不放下 你一心就大不了 彻底放下 佛的真正设立 叫法神设立 你知道吧 法神设立是真的 法神设立是经典 经典是佛的法神设立 你每一天读诵 你每一天去研究学习 你真的装翻成神了 你天天去看 佛之设立 拜佛之设立 你还是凡夫 你不会开悟 你成不了佛 佛能够福度众生 在世的时候 是讲经说法 灭度之后 是留下这些经典的流通 要靠这个 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的心 像不像佛心 我们的言语 像不像佛的言语 我们的行为 像不像佛的行为 如果很像 这就叫相应 如果不像呢 这叫不相应 所以古德说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你这一念相应 你就是佛 因为你跟佛有两样 念念相应 念佛 念佛是 所有法门里面 最殊胜的法门 因为念这句佛号 不但与阿弥陀佛感应 同时 与社佛王三世 一切祝福菩萨 感应到家 各位想想 这个力量多大 所以 即使是阿比地狱的 罪业 他能够相信 他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求愿往生 阿比地狱 也能够立即 超身净土 换一句话说 阿比地狱众生 一念之间可以 圆成佛道 各位想想看 除这个法门之外 团有什么法门 能有这么殊胜 这一生佛号啊 告诉你 全世界的金银财宝 都买不到啊 你说这个多贵重啊 大家不肯定 我的比喻不是假的 句句话是真实话 你想想看 一生佛号 小八十一戒 生死重罪 那金钱能消得了吗 把全世界的金钱都给你 你都消不了罪业 你都断不了烦恼 你如果真正了解 佛号功德 我相信你会拼命去拟 我们这个世界 能不能变成极乐世界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地球上的居民 过过都能够有大慈大悲 十几位人 这个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 无量寿舰上所说的 全都兑现了 极乐世界就在地球上形成了 因为物质环境随着念头转往 念头善 人天人念到 念头不善 就是出生莫归地狱 定能生万法 动能改变一切法 所以大经上佛书的一切法 是新鲜 识变 识法界一真状言怎么来的 识法界一真状言是新鲜的 产生这么多变化是识变的 识变就是佛常讲的 一切法从心向神 那么心想统统放下了 不想了 不想就归灵了 就成佛了 回归到旧经圆满 那就是成绩国 念念跟阿弥陀佛的大愿下印 当然得四十八愿的加持 你现前不颠倒 临终就不会颠倒 决定的神 我们现前 从早到晚 常常颠倒 常常迷惑 迷惑 好好一会儿又觉悟了 觉了又迷了 迷了又觉了 都给天天搞这个玩意儿 如何能保持 迷的时间少 绝对时间多 这就是进步 这就是功夫的力 尽忠法门 这代业往生 那就是知道你断不了 但是你要把它扶住 那我们今天 能不能辅助 能 不是自己的力量 还是阿弥陀佛加持你辅助的 这个加持非常明显 我们心里都有阿弥陀佛 口里有阿弥陀佛 这就是阿弥陀佛加持 你不念阿弥陀佛 你得不到佛的加持 你们大家觉悟了 明白了 肯一觉奉行了 你们就是祝福菩萨的化身 就是祝福菩萨的代理人 所以你们必定得 祝福菩萨的加持 也一定得到 护发隆天的拥护 一句佛号念到底 如意吉祥啊 化喜充满啊 这才是个极乐相应 什么样的欲言也好 灵界的信息也好 我们接触到了 遇到了 对他恭恭敬敬的 有礼貌 心里面 心里面就是阿弥陀佛 绝不为他动摇 这就对了 一念旧 我要回归到我的本位 阿弥陀佛能帮助 这一生决定全球 一个人能念佛 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佛宝 也是他生生世世最大的佛宝 全民一个人念佛 那是无量的功德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了解这个事实 我们眼看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如其天天去担心这些灾难 心底想着灾难 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 你想灾难干什么 想灾难 灾难就来了 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了 你看到底哪个来好啊 说佛学了这么多年 这个清醒的道理要懂啊 别再胡思乱想了 你突然怎么能把 stor都糾难 真的不掌亡 才能除回去 让未来好啊 有多牛年